小贺总 那个贺总他正在开会呢 这一时半会儿真赶不回来 放屁 这不是三十万的事 我知道 你是觉得我抢走了紫阳 心里肯定有欺负 五十万 小贺总 慢点 他的房租是我缴的 车的首付是我付的 留学中介费用是我掏的 我想论文材料大半部分是我写的 这个人呢不是你抢走的 是我不要的垃圾 任性废笔 宝贝菲 下来 贺总您终于来了 爸爸已经跟你说了 我在工作 我当然知道你的三大原则 小宝生气就要道歉 小宝需要就得出现 小宝想要就得实现 但是现在不可能 乖乖 对了 你们俩最好能白头写了 也算是为名除害了 给小贺总备车 是 哇 太爽了 吃点啊 别老一直喝 来 对 这个就是我们活动前的预热直播 您已经来到直播间了 直播我有了解过 但是没有仔细研究过 其实比较简单 这是我们的直播在线人数 然后您看到的这些鲜花和飞机呢 就是他们送出的礼物 也就是他们为您花的钱 你们先出去 我现在要开始 您就这个平台的数据 记得没有 我们先出去吧 哎 周紫阳这小子拿了护士集团优秀青年奖 今晚八点半在秦城大酒店搬捡了 他凭什么拿奖 那篇论文百分之九十都是我写的 B组织不是你啊 哇 这也太过分了吧 强占功劳和明月 简直不要脸 你先回去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办 去哪儿 三丈 好 技术方面似乎有些问题 信号很不稳定 我们可能得换一个房间 小宝 小朋友 那个是不能碰的 小朋友 别跑 小朋友 别跑 小朋友 小朋友 别跑啊 小朋友 去找一个人啊 你找他给我 家长在哪儿啊 小朋友 我刚没注意到一直聊直播的事情 我走 这里是八层 一共有三个桃房 只有我内心有的人 前后不超过五分钟的时间 他应该走遍 学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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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没刷上你们 -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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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没事, 有姐姐在呢? - 你去一楼, 我去三楼, 朱秘书, 你回房间, 顺便通知一下医护人员。 - 小宝会出事吗? - 刘备无患, 这里对她来说太陌生了, 她的情况很特殊。 - 那我先回去等着。 - 让姐姐来猜一下, 你的名字是小宝, 对不对? - 好, 不想说话就不说话。 - 那姐姐问你问题, 你可以点头或者是摇头, 好不好? - 别靠近我。 - 是你想对大家说的话吗? - 对不起, 姐姐再来猜一下。 - 对不起, 是想告诉大家, 你并不是故意要引起这场混乱的, 对不对? - 这个手帕和这个小南瓜, 都是姐姐最喜欢的小礼物。 - 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好不好? - 下一个。 - 小宝真快。 - 没事就好。 - 你是? - 我是她父亲的秘书。 - 您让孩子爸爸好好照顾好孩子吧。 - 小姐, 您是? - 我是谁不重要。 - 小朋友, 姐姐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 我们有缘再见。 - 再见。 - 再见。 - 真么呢, 还不买机不're乏?」 - 这辈子没有想这么想, 但哪会差? 你呢? - 软底有一点吗? 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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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紫阳个混蛋 朱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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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大混蛋 混蛋 我等了你三年 这三年就是这么对我的吗 特斯安的论文 我不眠不休隔着时差 大半年帮你做的 我数据分析到选题 你对这论文付出了多少 你对我又付出了多少 朱小姐你认错人了 我 我对你来讲 就像块码铺 需要的时候你一把 不需要的时候就把我扔在角落 你还要 我告诉你 学医是神圣了 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那篇论文的第一数目不属于你 我一定会全部把它说出来的 只要那个信赫的老板有点脑子 他一定会撤回这个家 他一定会撤回 信赫的老板很有脑子 你谁呀 这问题一个我问你才对吧 你自己动手 快点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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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我这条领带一会儿可是要上台颁奖的 这不就行了吗 哎 你还不痛 还有对不起啊 如果有受伤的话 我一定会负责的 不需要 那最好 真是莫名其妙 好 谢谢你们来我的那个庆功宴 那不行啊 学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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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行 这会快要开始了 我们 我们的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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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度 医学习与优秀青年的获奖成事 我永连不休 隔着时差 大半年奉你做的 还有 我告诉你 你 学习是神圣 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你跟乐文的第一数文不属于你 甚至没 周 harvesting 五 什么情况不是钱吗 resham 好好睡觉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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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 不要走 别走 别走 青梁 恭喜贺子 再次洗蹄热搜 今年 得有六次了吧 都超过了我两次 作为秦城之名帅哥的我 这顶流位置不保啊 我这曝光量有所下滑 他被曝光了 没人知道他是谁 你担心他 我是怕这个女人连累了我 阿姨啊 秦阿姨 你这昨天晚上 弯挺大啊你 给你 神秘旅行 私密空间 优惠 后续少董 少董儿自主 你亲妈出现 什么鬼啊 这人不是我吗 什么鬼啊 贺总 您别担心 胡医生 不会照顾好小宝呢 您就先给医院的打楼 已经竣工了 我们打算呢 这几天办一个落成仪式 您平时忙 今天正好过来 让我过去看一下 给点意见 小宝 小宝 别紧张 别怕怕啊 小宝 小宝 你看看 你看啊 三二一 噓 别怕别怕啊 小宝啊 我这就给赫总打电话 给你爸爸打电话 好不好 小宝 小宝 咱们不怕啊 别紧张好不好 再过来 小宝 小宝 咱们不怕啊 小寶 何医生 这孩子怎么回事 刚才还好好的呀 怎么就 小宝 回看啊 小家伙 姐姐没猜错的话 你叫小宝 小宝对不对 我先不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人了 这是我们之间约定的信物 你一个 我一个 我们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遍 手放开 请让一下小宝阿姨 阿姨 为你 是你啊 怎么又是你 昨天晚上的事情 是你设计好的吧 真是一场 非常精妙的羽毛 从直播到淡网到小宝消失 你不早不晚刚好出现 视频又不多不少 刚好以一分钟的形式 传播了出去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 你依然安然不压 但是我的公司却承担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舆论的压力 你胡说什么 说吧 有点心 你受损失 我还受损失呢 我们亲友受到了亲 开个价 两百 我果然没看错 支票 别来电视剧里那一套啊 两百块 两百块 实在是毫风了吗 我们女孩子 头可乱 血可流 发型不能乱 你自己看一下 这头发都被你搞成什么样子了 我要请最好的童尼老师帮我领发 两百块 还真是猛奇妙 多了不要啊 小宝 这里到处都是怪阿姨 以后一定要注意个人安全 听见没有 我 我们回家 怪叔叔 算了 我还是带着你去 一个更正常一点医院吧 走 我就好奇了 到底是哪路仙女 能够撼动你们贺家 大小两座冰山呢 出生在秦城旁边的一个县城 父亲跟母亲 都是普通的职工 从小学到高中 就没离开过那个小县城 没有任何的海外留学背景 工作三年 临床经验非常不错 综合来看 完全比不过海外的医学专家 最关键的就是 性情和脾气 非常不稳定 喜怒无常 无论是从短期的合作 还是从长期的发展来看 跟他合作 都是必大于命的 你这都能做图表分析 我也考虑过用价值组合管理模型 或者是7S模型来分析 但是我发现 可用的数据并不支持 不支持 贺总 金小姐婉拒了 她说休假期间不接待病患 另外 私人医生的事情她也拒绝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看来正式的谈判还得我亲自来得行 喂 我是贺设计划4U贺乔晏 我想邀请你明天来5公司一趟 你是4U 我还是董事长呢 你们这种电话诈骗 我接一个举报一个 喂 你 伯儿 电话长片 啊哈 啊 啊啊 啊啊哈 私人医生是不可能的 我是在职医生 我们医院有规定 院长那边我已经打不着了吗 不必担心 另外这些钱只是定金 请医生是绝对的利益计的 你的薪水和奖金只会分配 在你眼里 一切都是可以用物质搞定的吗 理论上是 因为所有的东西 都有同等的价值匹配 孩子的心理缺失 也是可以用物质搞定的 不完全是 但至少在物质上 他想要什么 我都能满足 保款 不好意思啊 何总 我觉得我受到了冒犯 不想再看见你 请你离开 厉害死我了 时间陷入愤痛 大女流小说没白看 二刀 这又走了 这又走了 怎么了 怎么了 那小秦医生先说啊 小秦医生呢 最喜欢过生日了 但是我的生日在六月份 不是应上轻薄考 就是家长会 最最最最惨的就是 高考考数学 所以我只能羡慕 别人家的小朋友开排队 我也难过啊 小宝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有没有收到过什么 特别的生日礼物啊 要不要画出来 让我羡慕羡慕 小宝 怎么了 好了 小宝 妈妈在 我怕你 小宝为什么会这样 都是我的故事 五年前小宝生日那天 我跟他都失去了最亲的人 这些年来 因为宠生引起障碍 小宝再也不愿意 开口和接触陌生人 我希望能再次让小宝 拥有他这个年龄 还有的快乐 这几年 我查询了所有的资料 也咨询了很多医生 但是结果都不尽而言 要不这样吧 我们为小宝 过一次生日 既然生日是他的 应激元之一 那这个 就是重建他信任系统的 第一读报考 但是我也不确认 教育他一面不愿意 信我一次 我要先回去看诊了 这样 等我周末休息的时候 我跟你一起 为小宝准备生日 走了啊 是一起吗 一言没定 你说小宝这么可爱 小小年纪就要承受这样的痛苦 好心疼 没听说过合作结果 那应该是 隐婚人吗 难怪他会变成这样 一般网文小说 不都是这样写吗 男主角因为挚爱的死而自责 从此斩断七情六欲 上山闭关修炼 几十年如一日地练九曲寿功 修炼你个头啊 你看的是武侠小说吧 怎么 这贺乔宴还有一同九州呗 但是我没想到啊 这扑克脸也有身情那一面 身不身情我不知道 我只是心疼小宝 这么小就没了妈 而且还贪上正个爸 咋的 你要帮他们父子呗 我只是小盲小宝而已啊 而且 这是我作为医生的侄子 行 去吧去吧 古道热肠的情侣下 我习惯在合作之前 先把所有的协议都谈 虽然帮助小宝过生日 也是在治疗的 但是会占用你工作之外的私人时间 我会以你做成的数倍价格作为报酬 另外 在你还没有正式接受私人医生的邀约之前 我们会以短期合作的方式进行 这是协议 请医生请过目 有笔吗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不许反悔 从未有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的话 那就再加一杯奶茶咯 混混合作愉快 但是总巴向他 去认识宝盖 但是不是什么意思 你那是不 Ooh 我记得你 我记得你 你都不肯定 我记得你 至于是你 我记得你 得你 我怕你 你 我记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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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к我现在就去 我记得你 請慢用 火鍋 到了 火鍋 你幹嘛呀 這是我們公司 推出了第二雷天空手環 一帶著 這是情侶手環啊 那跟我配對的那一支在哪兒啊 那個 有時候不懂的拿著說明書 自己回家研究 時間不走了 我再回家了 下車吧 是 這 車子聲音大叫了不起 第二雷天空手環呢 預購才一個星期 預售量 叫第一代就已經上漲了百分之二百七 所以 我們今天趁機推出 限量版的黃金 和這個皮革錶帶 那個 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金醫生 身體不舒服啊 你買通的若微 是你的手環數據 你現在輕微發生睡眠不足 你不是一個醫生嗎 大哥 醫生也是人 醫生也會生命好嗎 記得吃藥 不要傳人給其他的病人 你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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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伯 在車裡等著爸爸 我上去看一下 秦醫生 秦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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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好看 我认识的 验证失败 小晴一天呢最喜欢过生日 但是我的生日在六月份 不是应上进过考 就是家长会 最最最最惨的就是 高考考数据 秦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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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办 我外面的门我可以解释 我先帮你把预设的门挂好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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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手环在各种恶劣环境下的适用者的意见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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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总 那个老公 头不是那么小 你醒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小宝陪着我照顾了你一晚上 让他多睡一会儿 你先起来 吃饭 我想起来了 昨天晚上我在卫生间洗澡 我洗澡 还别绕过来 秦玉 我请你控制一下你自己 控制什么 三两 对了 你为什么会来我家 是我给你开门的 是我自己开的 年六零七 你的生日 你怎么会知道 你跟小宝说你的生日是在六月份 不是赶上家长会 就是赶上期末考 最紧张的一次是你高考数学那天 全国刚好是六月七环和八号 数学时地点 这是你都记得 你说过的每一句话 我都记得 小宝 对不起啊 我没有给你过程生日 这样 我呢 答应你一个生日条件作为补偿 你想要什么 你告诉我 我都会满足你 好不好 那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你 你要我的妈咪啊 不 我 不是 小宝啊 这个东西 他不能乱开玩笑了 没问题 我 我答应你 你确定没问题 我确定啊 我说过了 只要你开口 我都答应你 所以 小宝贺 一会儿 你得开口 叫我妈咪耐心 嗯 小宝 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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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贺总是不是有点什么 你情节我呢 就是绯闻体制 先生上热搜 后是深陷八卦 我 是红无我 明白了 贺总 跟神秘女子 爆出匪奔视频内外 你不正好在酒店吗 是不是你跟贺总说了什么 所以 那周紫阳 没拿假 周紫阳 不行 不行不行 周紫阳没拿假 你不知道吗 你天天爆手机玩是啥呢 我跟你说 现在医院全部都在传议这个事儿 贺总颁奖的时候 直接当场 车销中间要讲 你说过你们一句话 我都记得 原来我说的话 他全都听进去了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啊 小月 小月 你还好吗 最近 我没有时间一直好好谈一谈 对于我来说 前任和陌生任没什么区别 我跟陌生任没什么好说 还有 我顺便提醒你一句 感情是感情 工作是工作 周紫阳 轻轻 徐姐 今晚会举办宴会 庆祝到了洛城 你也一起来吧 悄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爸到时候 会宣布紫阳 要升任主人医师了 恭喜啊 我一定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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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总您过来了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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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拿了还满意 非常欢迎 说到周紫阳主任 我们就不得不感谢一个人 那就是 秦宜悦医生 我的学姐 也请 别过去 可能有人会问 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如果不是学姐的勇敢斩断过去 网上就不会流出那些学姐和各种的甜蜜头条 所以 所以没有她 不会有紫阳医生的今天 虽然何总依然对外宣称单身 但真爱是勇敢的 我们应该祝福这份勇敢 论和新大龙一样 人也应该拥有新的生活 何总您说呢 你说这秦宜悦和贺乔燕 不会真的是那种关系啊 这么明目张胆的倒贴不好吧 贺乔燕为了自己的名誉 一定会否认和你的关系 秦宜悦 这个帘 你丢定了 看来大家对我们的一位 我们的故事很感兴趣啊 那今天我借此机会 给大家澄清一下 网上那些都是遥远 我现在也不想跟秦医生谈谈 我现在只想秦医生能够不再拒绝我的球 球 怎么回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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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我现在在叫你怎么打前男友的脸 那就是在前男友的险女友挑戚时 他一个比他更优秀的新男友出现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愿意当你那个 更优秀的新男友 那就多谢合作 交互交集 英智的选择 没想到这个人 他看起来为我独村的样子 跟进的时候还挺绅士的 你好 我是秦宇悦 不是贺太太 职业是医生 不是后脉 不接采访 不接广告 不做红毯 不捡财 不接受人脉 不给小孩起名 你好 谢谢 你好 再见 我是贺先生 我管你什么贺不贺先生 贺乔宴 小宝的治疗有了显著的成果 你昨天网上表现还不错 有一份项目奖方法 谁 什么项目奖方法 项目奖 倒也谈不上是什么网络暴力吧 就是网上有一些吃饱了 没事干的键盘侠 你知道吗 当我看到我自己上车搜的时候 我真的是哭笑不得 简直让人分分钟想爆炸 你说我这都是什么运气啊 走了个周紫阳 来了个贺乔宴 你说我身边都是些什么人 这年几瓶 我觉得你应该要跟那个贺乔宴 说清楚你的处境 我跟他说 他就是一个自以为是 霸道蛮横的怪叔叔 说不通 竟然跟别的男人说自己 未婚夫的坏话 要不然我帮你去跟他睡 你来有什么事啊 手环的 这呢 样品测试需要一直佩戴着 佩戴员必须要做到认真专业 和肤色彩带 你让我带我就带啊 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事的话 你可以走了 这是谁 这是我 我为什么告诉你 您这是贺总吗 您好 我叫林峰 一月的师兄 您好 谢谢你送我未婚妻回来 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 你是小宝的妈咪 不能跟其他男人 随意走得太近 注意一下 不说第二遍 你这 你看 自以为是 霸道满后 不坏的书手 来了 爸 妈 妈妈是老逼着你结婚 但是 你因为结婚而去结婚 这样的婚姻不会幸福的 你以后会吃亏的 你知道吗 你妈妈说的对 尽管我们有一些个把柄 坐在人家手上 但是你放心 你的爸爸妈妈是灰地 大主 听我说 我跟贺乔艳 我们俩就是假的 我跟贺乔艳我们俩就是假的 有一天 怎么而言之 贺乔艳就是为了替我解围 演戏器周子样的 你明白吗 真的 你什么时候跟秦医生发展到这个阶段了 现在知道也不晚 我这样很虚心 我 跟自己的终身大事都堵着了 对我个人而言 结婚不过是在配偶栏上多下一个名字 无论是秦 姚月 章 姚月 孙月 都不影响大局 我不在乎 还是 是你心中令我所团的 一切只为了小宝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订婚宴结婚店里会有最专业高效的团队进行付卧 不出意外的话 一个月之内全部走完这些流程 等等 你是认真的 除此之外 我还要先送他一份大礼 二位请沈月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随时都可以联系我 妈 你看见没 我跟你说过的 我们结婚就是闹着玩的 都是互换条件的人戏而已 妈 她是可靠 虽然看起来啥头啥脑的 但没想到啊 是个实看的企业家 看来对结婚一也是认真的 果然 男人认真起来的样子是最迷人的 小鹤 你是不是带了一个儿子啊 孩子的妈妈呢 爸 这是人家私事 这个事情必须要问清楚的呀 小鹤 其实我们家特别开明 我们绝对不会因为你带着个孩子 对这个婚姻呢 有什么偏见的啊 你放心 我们就是担心 我们预约以后受委屈 小宝的妈妈过世了 这些年都是我带着她 你现在彻底放下孩子妈妈了吗 妈 小宝的妈妈 对我来说就是至亲的家人 长草鲁母 小宝是你哥哥的孩子呀 我还以为 小宝是你的孩子 除了身边至亲的人之外 没人知道小宝的生父生母是谁 小宝 我也不想让更多人知道 来来来 别 别赶啊 别赶 好 你别赶哪 都撒了你自己 你说 今天都要打扰 我实在不好意思 时间也不早了 我刚刚让司机回去照顾小宝了 不知道方不方便 今天晚上在这儿留宿一晚 怎么还有这一座 方便 方便 对 你可以跟我睡 跟你睡什么呀 不过小赫 我们家只有沙发可以睡了 那我先收拾一下 不用麻烦了 阿姨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跟雨月江就一晚上就可以 你睡沙发 我睡沙发 凭什么呀 我就没睡个沙发 我睡沙发 那我睡沙发 你睡着啊 陪我聊一会儿吧 你可能不知道 我好羡慕你啊 也有家 有家人 毛巾挂在一起 牙刷放在一起 吃在一起 睡在一起 我什么都没了 怎么了 好 我马上回去 怎么了 小巴的发烧了 时间不早了 我让司机送你回去 妈妈 侯卫菲 你刚刚叫了什么 妈妈 妈妈 我这是个人杀不醒 我坑地 我还要是个人杀不成的 三十六集 才会上岁 我没有 去哪儿啊 回家 回谁家 你这话问的 我当然是回我家了 那正好 我让人跟你一起回 顺便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 今天晚上搬回来 我昨晚说了 我不会搬回来的 我也不会跟你签什么约 走了 是你亲口带的钱吗 你连合约都操你好了 还 还放在车上 这叫做永备无患 对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没有必要这么着急 时间就是金钱 行吧 你曾经让我看看合同吧 请 这么多钱 时间说清楚吧 我只做到答应小宝的程度 只某些夫妻也不 这个你大可以放弃 我对你没什么兴趣 我 我 我需要的是你的专业 那我就发现了 秦医生我来接你 我还以为你是来帮我提行李的呢 我为什么要帮你拿行李 你有见过员工入职老板帮着你搬电脑吗 以我对你蛮力的了解 这两个小箱子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进来 你真了解我 二负里有明确的规定是九点钟正式的报道 你晚了六分钟的时间 为此我不得不退市公司例会的时间来等你 下不为例 我一定要像你拥抱我一样 拥抱这个世界 你的房间在楼上 等会儿 我住你房间啊 过来 都要不能走路我们是合约关系 所以不能带你去客房 比较容易帮我 我特意安排了一下 这种同房不同床 可以接受吗 这外面大门一关 谁知道我是睡主屋还是客屋呀 千万不要低估了一下 别疼啊 小子看到我这套奸了 提醒了 摸头上 摸好 小宝 起来了 什么呀 你都把我放个面啊 小宝 爸爸妈妈在 轻轻巴巴许高高呢 您这次回来怎么没提前告诉我 这个人 真的是你妻子 当然是我妻子 只不过我们两个人都很低调 所以就没办法 家里是什么情况 做什么工作的 他父母 是普通职工 约是一名儿童心理医生 在亚德医院工作 为什么选择他 因为他很好 最重要的一点 小宝很喜欢他 区区的一个小心理医生 他好在哪儿 他 很特别 是独一无二的 小子 还挺甜 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你的妻子 不仅仅是你的妻子 她还是赫世的女主人 她担得起吗 我赫世的女主人怎么了 那一个千金啊 还怕我耽误起啊 钱这么多坏 肯定是不可 你自己哄 我去看看小宝 来 去冰箱里 找冰块喊在嘴里 快去 好 想不到乔燕 这么突然就结婚了 结婚 是结给小宝看的 为什么 为了给小宝治病 您都已经看出来了 为什么没说出来 夫妻关系是假的 但我发现乔燕对这个女孩子 都像是动了点珍惜 那 林小姐那一遍 一切照旧 林赫两家这个婚 是必须要结的 老婆 这是首环上线两个月以来的数据 您可以看看 我非常看好她的发展情景 我准备把她重新包装作为重点产品 推向欧美市场 能说服董事会吗 当然可以 下周 下周三十周年的庆典晚宴 我来安排 你呢 就专心的 预备应对董事会吧 好 往年 你都是一个人参加 今年 今年我会带着我妻子一起去 你确定她可以吗 恐怕 连一支基本的舞她都不会 绝就是 不能想办法 放松 姿势摆好 头摆正 放松 收腹 靠棍子上 收紧 伸直 我起来洗手间 我 是我 贺总 同城那边有消息了 人找到了 找到了 已经给您订了去同城的机票 两小时后起飞 我正在去接您的路上了 好 我知道了 我 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这么着急东西都掉了 我 既然大魔魔不在 我为什么不给自己放假呢 今天把火锅卷了 我六点准时下班 你不是说最近要为了晚宴保持身材吗 还敢约火锅啊 有事 顶不住了 管家什么鬼玩意 我要火锅去命 这不是张司机吗 张司机 什么张司机啊 就是以前给贺家开车的司机 自从车祸以后啊 就不见了 贺总找不了很多年 一直没找到 但是我现在要不见了 张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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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见了 我去哪儿 找到真相 什么真相啊 好像是先生着急出门 夫人动作慢了 两个人 就碎嘴了几句 我分心了 这时 有一辆大车开过来 我嫂子不是那种会因为我哥出门晚了就跟他吵架的人 我哥跟我说过 他从来都没有着急过 更别说 跟别人生气吵架了 所以张承在撒谎 什么 是我 是我 我一会儿就飞过去 贺总 出了点情况 张承跑了 又跑了 这个小司机 看来的确没有这么简单 在你弃遥不舍的寻找下 愣是躲你躲了四年 你说的没错 他不过就是一个小司机 他怎么做到的 这不成长 这些年 我也越来越觉得 当年这件事 可能没这么简单 他背后一定还有人 我必须找到真相 不能让我打个打扫 就这么白白死了 放心吧 有什么事 随时叫我 我 若薇 你在哪儿呢 你到了吗 马上 马上了 你稍微再等我一下 自己不宜久留 要不我现在店里都念 不行 那个店特别隐蔽 你是找不到的 稍微等我一下 马上就过去了 快点 快点 快点一哈 快点 晴鱼 耶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 是 上当洗手间 为什么要跟我解释了吗 没有 那你跟我请示解释 为什么这个时间 没有在家里练舞 对呀 我这个时间 我不是应该在家里练舞吗 我为什么没在家里练舞 工副理 我的资料已经整理好了 不管你满不满意 我的下班时间已经到了 如果你再要收拾 请人天请港 我不是让你在电梯口等我吗 我下班了 我满的车子召唤我 贺子好 那个你也 稍微 体谅一下月儿嘛 你看看 月儿都被你逼成一点青菜色了 我心不想 我看你也没有必要急着下班了 去把资料重新整理一下 不 你先走了 先走 去 转过来 你知不知道一顿火锅吃下去 之前那些天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你别凶巴巴的嘛 大不了晚上我多练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你金属本来就差别说三个小时了 再多给你两个月的事 你这么嫌疑我的话 那我就不去了 反正 我也不想去 而且在我们的合约里 没有这项工作内容 我只负责小宝 更恐怖 你的私事 我这不是管不着吗 私事 嗯 你守得该 我确实不该把我的私事 拿来浪费你的时间 莫名其妙 你这是 小琴巴拉 胸巴拉是不是 我也会 浅瑜 你为什么这一点 没有在家里练舞 我哪知道为什么 就走了 傻子 乔燕就这脾气 她习惯了对自己严格 对别人也常常会有些可可 再加上今天因为张诚的事 她本来心情就有点不太好 张诚 你是说 那个司机 对啊 那那那五年前的车祸的事 你知道多少 我其实知道的也不懂 我其实知道的也不懂 小宝生日那天 大爆炎 贺乔燕凶嫂一家人开车出去 突然就出了车祸 当场去世 只有小宝幸存了下来 这些我都知道 那当时贺乔燕在哪 你不知道啊 她居然没跟你提过 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据她大姑说 当时 当时贺乔燕接到电话 不确定发生了什么 就赶去了医院 结果她在赶去医院的路上 也出了死 整整昏迷了半个月 后世都是她的姑姑 在联络警察和着手出院 直到出院她才知道 在那次意外事故中 对她比父母还亲的凶嫂 已经亡故了 而当时 给他们开车的张诚司机 却不知所作 当时贺氏集团在资金链 紧张的情况下 还继续保持扩张之势 贺家领头人这一则 小儿子刚从车祸中醒来 就要几成家业 所有人都等着看贺乔燕 能否立案过来 但更多的人认为 贺氏集团会就此完蛋的 贺氏是贺乔燕父亲 和她大哥的心血 她不得不压下悲痛 在内忧外环下 独自抗击一切 最终将贺氏 带出了破产危机 贺乔燕天 是怎么听过来的 贺乔燕天 是怎么听过来的 这是五百万 最后一次 贺乔燕天 是怎么听过来的 被人查到了我老家 我现在有家都没法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 在室里 给我弄到房 非常有眼 是这样 怎么感觉还是不对啊 一 二 三 怎么感觉不对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三 二 二 一 二 跟着音乐来一遍 嗯 嗯 谢谢你啊 你信我什么 谢谢你愿意陪我 你确定 跟小姐的请典送到了吗 大尊亲自送到林家了 准备好了吗 嗯 还有什么节目吗 走 小宝 你爱的神曲 你还偷上我歌单啊 我也可以适应给你喜好 回去吧 快点 小宝 来 我好笑 真的喜欢上你了 我好笑 我好笑 你真是永远 小梅 大姑 好久不见啊 越来越漂亮了 谢谢姑姑 乔宴 看看谁来了 等我一下啊 好久不见啊乔宴 好久不见 乔宴 您给小梅介绍介绍了 这是谁啊 您说这个林小婷 就是前两年新兴的一个小桌奢侈品牌 威威人银的创始人 很多明星都是那个威威人银的自来水 爸爸好 好般配啊 这就是乔宴的天神女吧 你真般配 该来的 他也是为了 他就是那位 赫家印的娃娃亲吗 林氏跟赫氏视角 好 当年赫家有困难的时候 林家始终坚定回忆地站在赫家这边 给过赫家很多帮助 现在还是赫氏的大股头 林董的女儿 大家还记得吧 是的 是的 谢谢拜拜 我出去等他 好 他 他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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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会有空 他怎么会有空 我说什么来着 他就是上不了台面 赫世的周年庆 没有他的时候 从来就没有出过乱子 大姑您先别生气 他今天只不过是 不小心摔倒了 一整晚 表现得还算不错 那是林维 不是别人 我懂您说的意思 林氏对我们赫世有恩 但也不代表 我们赫家人 要处处都妥协 让赫世的股价上涨 那才是双鸣 我知道 你还在调查称获的事情 这么多年过去了 伤口都愈合了 干吗还要撕开呢 不明不白 那不叫伤口愈合 那是自我麻病 我劝你啊 还是不要查了 你现在应该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赫世的发展上 那才是你哥希望看到的 现在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业 而是赫家的心血 不要辜负了 明白 早点休息吧 我回去了 这都什么什么呀 这 算了 我才不生气 气死是没人提 大白 妈咪来陪你玩了 您好 何乔夜 您好 林维 大姑说的人 就是你啊 很意外嘛 别忘了我大学学的就是商科 前两年做设计师 不过是兴趣而已 智能手环对于赫世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不适合你拿来那手 知道你是个数据扣 那我就用数据来说服你 我可以承认这份工作 回国这几天 我一直在做功课 这是手环用户群的数据 二十五到三十岁 用户占比最大 有百分之三十 而这百分之三十的群体中 有百分之六十五的用户 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有长达五年的现代化科技创意产品使用经验 最少的是三十五岁以上 只有百分之九 而二十岁以下 也不是特别多 只有百分之十三 而且你的智能手环市场关注度 我再吃醉了 我们小宝怎么这么乖呀 来 你叫姥姥 妈 看我这记性 不叫不叫了 没事 姥姥 谁叫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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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姥 姥姥 太棒了 小宝 叫姥爷 姥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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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你呢 这孩子今天怎么了 你还开窍了是吗 太棒了 小宝 叫上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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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 快快 叫爸爸 小宝 小宝 叫爸爸 发声 有声 行 何先生 你要继续加油啊 哎呀 其实没事小孩都这样 没准啊 明天就叫了呢 别着急啊 是的 慢走 来吃饭吧 快吃快吃 来 小宝 何先生 这么认真啊 你们怎么来公司了 贾老师他想你了 我就带他来看看你 顺便给你带点吃的 你不是没吃早饭吗 忘了告诉你 今天中午 我知道你中午赶时间 吃得简单 所以我给你做了 你最喜欢吃的 小燕 中午还是吃三明治吧 贺总 林部长 设计师卢卡斯 五分钟之后就到了 他们到了以后 直接带过来就好 好的 还是吃我这个吧 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 金枪鱼三明治 金枪鱼加了料 吃吧 我记得 露卡斯最反感金枪鱼了 最好不要吃 不然会留下味道 我一会儿有个会儿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可以结束了 午饭还是要好好吃的 等我结束了 带你和小宝一块儿去吃午饭 嗯 行 你们工作 你们忙 我不打扰你们了 我跟小宝去外面等你 好 走吧 小宝 这有安全啊 嗯 正好 刚刚我正好也在看一会儿 陈静市V2的社会 我们接受中国的平衡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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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洗手间 你在这里乖乖等我 千万不要走开 好吗 长感气模块 以及单机模块当中的这个低功耗优势 还需要再继续加强 如果功能上有一定的突破的话 相信我们的手法一定会有更好的收益 除了电池之外 小宝 你怎么在这儿 哈喽 小宝 来找爸爸玩 等爸爸开完会再陪你 好吗 我 我去到洗手间 贺维飞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儿 不用装了 都是女人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不过你们根本不在一个高度 勉强往上爬 没人兜着你 只会摔得更糟 你从来看见的 威尼亲友 我下来 怎么了 有什么话好好说吗 小宝 你告诉妈妈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这么做肯定是有理由的 对不对 他能有什么理由 他做出来这样的行为 就不能被人谅 何非我告诉你 你在家里怎么闹都可以 但这里是公司 这种行为绝对不允许 为何呢 何总 我知道你是老板 习惯严肃教育你的员工 但是小宝只是一个小孩子 你能不能稍微注意一下 你的说话方式 不管他是小孩子还是大人 做错了事情 就必须要被教训 是 你是可以教 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先问清楚原因呢 他小孩子能有什么原因 他就是太顽皮了 你到底懂不懂怎么教小孩啊 我懂不懂怎么教小孩啊 你就很懂吗 就是因为你最近太惯了 让他忘了什么叫做规矩 是 我不懂 你懂 你们懂 至少我懂得家人需要陪伴 今天是周末 你一大早就来工作 小宝说他想你了 让我带他来看你 结果你就把他一顿骂 你就是这么做家长的吗 乔妍 你和小薇年纪都不小了 应该商量一下 什么时候把婚给结了 结婚 乔妍啊 我们都知道 你一直想要先把贺氏经营好 但是跟小薇结婚 并不会影响你的计划啊 反而会帮到你 小薇那么能干的 大姑您也很清楚 我是不会联姻的 乔妍 你很聪明 你应该知道 林鹤两家联姻 对鹤氏来说 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我当然很清楚 但我不会为了生意 而出卖我自己 是 是没了 我去一下 我去一下 只要你跟林维结婚 你所谓的隐患根本不存在 而且对手环大有益处 大姑 这个问题我已经不想再讨论了 我一会儿还有一个会 先挂吧 正常情况下的小孩子们 是挺可爱的 在每天面对像小宝那种 多多少少有点问题的孩子 恐怕很多人都觉得不可爱 大姑 大姑 是这样的 正是因为我知道 他们庭审有多可爱 所以才更想 帮他们把病治好 那些被你救过的孩子很幸运 但是我希望 你能离开小宝和乔艳 我知道 您觉得我配不上乔艳 但是大姑 你真的愿意 她为了公司 去娶一个自己都不爱的女人 然后不开心的过一辈子吗 乔艳自从决定 接替她哥哥的事业 那就不只是她自己的事业 她要对得起过去的亲人 不能逃避 是啊 她跟我觉得您说得对 但是很自私 门不当户不对的情侣 很难不如回忆 即使是结了婚 也不会幸福 不离开 你不离开 这个人 华总 这里是儿童心理诊事 我当然知道 告诉我 为什么想要离开 我搬出工作了呀 而且 我在我的职业道路上 有更高的向往和追求 我想出于闯荡一番 好 我知道了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说场面话 贺太太这顶帽子我不想再戴了 每天演戏修恩爱 我都快人格分裂了我 而且喜欢你的人那么多 我不想被人说成站着毛坑不冷 你把我比喻成什么吗 毛坑 你这坑蹲久了我容易腿嘛 那我就给排队的人让人控了 小宝 我已经提前把歌曲给你录到这里面了 你呢 就听听这里面的歌自己熟悉一下 明天妈咪就不能来陪你练习了 因为我要跟您放哥哥 提前去山庄布置一下场地 拿着 李渊 师兄你来了 小宝 师兄 你应该叫您放哥哥 哥哥 小宝乖啊 来 抱一下 看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喜欢吗 拿着 去玩吧 把你拿着 比我好 还没有 还没有 剩下的 以后再说 舍不得 我只是舍不得小宝而已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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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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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太难过 你想和乔嫣 本来是件很美好的事情 即便你们最后没有在一起 但过程中也是我的快乐 足够啊 你说得对 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走吧 你没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没说 这也太刹那了吧 好 如果说之前我还对他抱有一次期待的话 现在就可以彻底死心了 那不 不不不 你不能这么想 这是男人和女人呢 在不同的星球里 所以他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有时差的嘛 有什么时差啊 我不想去想 之前贺小艳 一直不同意解约 现在她为了跟我保持距离 看您巴不得 分分钟跟我解约呢 这样也好 这是我提出来的 也是我想要的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啊 怎么了 小宝总丢了 林维怀了你的孩子 不会是秦约和林维 当街暴打扯头发吧 报警还是找律师 我立刻就去安排 你有需要什么帮忙的 就跟我说 能帮则帮 能给则给 我说哥 你受什么刺激了 脑子都不好了 走走走 我带你去 坐下 什么事啊 到底啊 秦一生喜欢吗 啊 上一份和郁自动结束了 这是一份新的合约 我考虑了很久 我想跟你开始一段 全新的合作关系 甲方和乔宴 在主合同存取期间 对乙方琴音乐 产生了条例之外的情感 特此补充条款 提出进一步深度的合作 与乙方 以恋爱关系 正式交往 关系确认之后 如果乙方没有什么意见 合同期限可以 无限期延长 比方说 一辈子 你说什么 你说过 已经没有任何理由 继续留在我身边了 那我现在就给你一个 永远留在我身边的理由 多谢我 我已经去到我身边了 所以我会认为你会认为你 有没有任何理由 我对我身边的理由 我身边的理由 我会认为你会认为你 有任何理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兄 你找我什么事啊 我跟你说啊 脸怎么那么红啊 发烧了 发烧 往哪摸的 好了 回家 回家 走 不是 我跟师兄还没说完话呢 什么事情 回家再说 上车 以后这种事情 就不麻烦您一生了 佑总 一月单纯 你要是没想清楚的话 我希望你 我比任何时候都清楚了 从今天开始 你约跟我正式交往了 我希望您一生 能保持必要的决定 你是个聪明人 你是个聪明人 师兄 小心 这是你二人写的吧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两个人工作理念不合 你主动请辞 我认为这是对大家 最好的一个选择 你是不想联姻吧 不过是配偶栏上的 一个名字而已 你我都是心里 有意敢秤的人 最知情中的 我的姓氏 加上你的名字 远大于二 谢谢林小姐的认可 不过我希望以后 不会再听到你说这样的话 因为我女朋友会生气 女朋友 没错 我跟雨月正式交往了 贺小燕你要想清楚 你拒绝我 就等于拒绝整个林氏 婚姻是情意 商业是利益 我没有伤害到你的利益 更不会成为你的敌人 贺小燕 你不要太自以为是了 不是所有事情 都能如你所愿的 我们这样的人感情 不是自由的 你会快營家 确实乱 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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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帮你帮我 你帮我 活动 小朋友 小朋友 别哭 别哭 我 风而吹 月还美 车而遥遥 飘向后 放慢 当天那个女孩 就是情侣 转眼闭眼 漫长黑眼 突然很期待和你遇见 原来就是心动感觉 有喜四号家庭的小朋友上台表演 不错 还不错 还不错 对 公司有一个急事让我回去一趟 自己可以 你放心吧 我可是一个能打跑好几个流氓的人 好了 等我忙忙来接你 你快点回来 我也想你吧 好 那我先去了 注意安全 之前贺总的三位老部下还在 其他的 都是林小姐之前带来的 或者是 林小姐到了以后再招的 都走了 还你那一屁股的账 说吧 给不给钱 那不是大公吗 我会离开 没钱我怎么走 先给钱再说 什么人敢欺负我大公 钱 我就为了钱 大公 我来保护你 有手有脚还出一场钱 大公 走 行啊 你这是干什么 这位是贺太太吗 贺太太知道自己老公说最亏货手啊 你练吗你 他不说发生什么呢 张四季 大公 大公 他不是贺小燕一直在找个张四季吗 你别跑 宇悦 宇悦 这些年 他每年都会向我要几回钱 大公 刚刚那个人说的 不是人的 不是人的 是吗 五年前 开车导致车祸的 不是张四季 是乔宇 大公 小燕 你们要是在外面玩儿后还早 那就来我这儿吧 我还给小宝准备了生日蛋糕呢 小宝有什么蛋糕 有蛋糕 有蛋糕哦 大公 我估计我们是来不了的 这里吓得太大了 有蛋糕 下车呢 下车是零吗 乔宴因为车祸撞击了大脑 加上应急反应 他对当时的事情 一点都没有记忆了 为了保护他 我决定 把真相隐瞒到底 大姑 这些事情 都是刚刚那个人告诉你的 对不对 你别被他给骗了 是这里的 乔悦 你是一个好心的人 算大姑 求你 离开乔宴 大姑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五年前你是不是遇到过一场车祸 当时 你还救了一个小男孩 为此你的手 还受了伤 是一场车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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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演义室里边 对那场车祸的记忆 你的存在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地都会摧毁他 我谢谢你 我当时救了小宝 能不能再恳求你 再救一次小宝和乔宴 好 贺总好 贺总好 好 我们直接开始吧 已经调查清楚了 负责宣传的刘总 和负责渠道的蒙总 以及德国那边负责对接的汉斯 近期都和林小姐有接触过 可以判定 他们突然离开贺氏和项目 是受林小姐的影响 德国情况怎么样 德国库博五公司那边 已经第一时间知道我们这发生意外了 说要暂停与我们的合作 还要再考虑一下 他们有时间考虑 但是我们等不起了 这里是儿童心理诊室 林小姐 你成年了吧 我和乔宴的事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事我直言 你这样做是没有办法得到她的心的 谁说我需要她的心 我只是需要她的人 说得更明白点 我只是需要她所代表的那个身份 贺氏CEO 贺家独子 我们临时今晚有个大歇宴 不管贺乔宴要不要联姻 只要她能露个面 我就能跟我爸有个交代 对不起啊 跟我没关系 但只有你能让贺乔宴出现在呢 林小姐找错人了 我没资格也没本事 你有 而且只有你有 晚上九点 在这个酒店二楼 我知道让你这么做很难 但只有你这么做了 才能彻底断了贺乔宴对你的念想 只要断了她对你的念想 她就能做出明智的选择 贺乔宴接下来要面对什么 取决于她 乔宴 那个女孩你见过 只是你忘了 但是我希望 你永远都不要想起她来 我希望你永远 把她当做梦里的人儿 好球啊 大姑 一月 听乔宴说 你最近一直在练球 来 挥几杆 来 加油 贺总 接小宝的车到了 好 大姑 我先送小宝啊 来 小宝喽 来 小宝喽 你也一定很爱她们的 你也一定很爱她们的 对吗 大姑 你放心 我会按照你的意思离开她 我爱她 我也希望她好 好 一会儿 好 有些什么 发现呢 好 看来结果不尽人议啊 别温馨 下次多练点 一定可以 怎么了 小燕 我们分手吧 又跟我开玩笑呢 我怕小宝受刺激 所以 还拜托你 慢慢给小宝想清楚这件事 走了 怕刺激到小宝 就不怕刺激到我了 是否大姑娘说了这儿 二楼的八八八房 你到了就知道了 乔雁 你就不想知道 秦医生为什么让你来这儿吗 我到了 我要去留学了 在您是一年 顺利的话 我应该会留在那边定居 你想要出国可以帮你实现 我还可以带着小宝 陪你一起去 不用了 跟你谈恋爱太累了 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我也认为不值得 你是觉得我不值得 还是小宝不值得 是你们不值得 我也不值得 我也不值得 你为我牺牲那么多 我对你的爱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 没有好的 你们 不值得 我们不值得 丁北 你知道以前我跟你一样 为了得到一样东西 会不择手段 但是现在我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值得去守护的东西 我会在董事会场主动请辞 你为了他 连贺氏都不要了 是这样 你眼前的一切 哪怕我搭上整个灵氏 都比不过一个秦语院吗 确实比不过 有监控拍到 太太跟贺董以及张司机 一起走进了一个巷子 几分钟之后 三人分头又走出了巷子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发现 这个暂时没有 张司机一直隐藏得很好 他在本事肯定会有人帮他 你分析得很对 不仅这个人可以帮他 还有一种可能是他很了解我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 我一直都找不到什么线索 这样 从明天开始 帮我查一查合同 好的 乔宴 乔宴 大姑 这几年您一直跟张司机有联系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胡说八道什么呢 那天晚上你和义悦 在秋床外见到张司机 被别人给拍下来了 你这么强烈地反对我跟义悦在一起 是不是跟张司机有关 是不是因为义悦发现了 你跟张司机有什么秘密 所以你才威胁他跟我分手 所以你才威胁他跟我分手 我是跟张司机有联络 他曾是贺氏的老员工 我们联络也很正常啊 还有 秦宇悦离开你 就是不希望你再纠缠在当年的事里 就当是不要辜负他 别再追问了好吗 乔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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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乔宴 乔原来 再多年我终于找到你了 混蛋 你说我反了吧 贺总 当年开车的人 是你自己 你走口你 你哥嫂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走了 小宝还小 当时 我脸上商量的人都忘了 当我发现你醒来 已经不记得所发生的事情了 之后 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警察调查也无从下手 我告诉你 你是在看你哥的路上发生了意外 那你越跟这件事情 有什么关系呢 车祸的当天 秦医生刚好经过 是他救了小宝 当时 你被甩出了车外 所以他没有看到我 但你 可能迷迷回回地看到了他的背影 听到了他的声音 所以你想让他离开我 就是怕他 让我再回想起这件事情 乔爷 这也是我这些年 为什么要受章程三番五次的要心 为了保护我们这个家 为了小宝 你千万不能做傻事 好 好 我 好 我 十一 很 十一 二 二 的 你都没事吧 嗯 那个 都不动筷 吗 开了 你看 真是 怎么不动筷子呀 你也吃 既然不吃 那这杯酒呢 就祝福我 美梦成真 好不好 来 酒精并不能带来 任何快乐 也无法消除任何的痛苦 你看 我会有这样的地方 我会有什么事 你会有什么事 我会有那种最确定的路 我会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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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我 我会有什么事 我会有水 能不能带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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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姑 温姑说贺桥燕不见了 是出什么事了吗 桥燕没去找你吗 没有啊 我昨天就见过她一次 她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 到底出什么事了 她知道了 桥燕 桥燕 姜云 找我的事不怪你 我的手腕一直都会出现问题 我用了很多种方法来解决 不是软件更新的问题 很可能是硬件的冲突 导致了手腕出现的问题 把错误导致出现在哪儿了 手腕都不对 白总 是我算不在 我到底哪里算错 是我的问题 小燕 你听我说 伟大的产品 都需要经过千水百炼 才能完美面试 公司有这么多产品和技术 可以对健康提供服务 为什么你就这么在乎手腕呢 这么在乎手腕 因为手腕贴近的是人的脉搏 脉搏就是生命 我想要握住生命的感觉 你懂吗 是这样吗 我们回家好不好 小宝需要你 我也需要你 老大 老大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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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咪回来了 你醒了 过来吃早餐了 小宝 她不是你妈咪 她只是 快去解释一下吧 吃早餐 我哥今天怎么样 我今天找你来 是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 说吧 什么事 那天我无意间听到了 张四季跟人打电话 他说他五年前的八月十一号 他给他弟弟打了一千万 常怀商业代管 一千万 他一个四季 哪来这么多钱啊 而且 五年前的八月十一号 正好是乔宴出车后的第二天 你的意思是刹车失灵 背后还有问题 是第一天 对我来说 是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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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有意思的 就是有意思的 但是我跟着你 你出来了 喝坏了吧 我给你做了点饭菜 它凉了 我去给你热一下 你多少吃一点好不好 手怎么了 我刚刚做饭不小心烫呢 没关系 我去给你拿点药 不用了 小燕 小燕 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知道这很难 但是我希望 我希望你可以试着 去找回那点的记忆 我不相信那件事 是你造成的 你是不相信 还是不愿意接受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已经说过了 秦宇 我不想再见到你 如果你还要来的话 我会带着小燕离开 时间也不早了 叶子尔会休息 也是能理解何总的抗拒 你要面对那天的记忆吧 确实很难 一月 你真的相信 车祸不是贺小燕造成的 车祸鉴定是刹车失灵 加上下雨天路又滑 可是小燕开车向来稳妥 她从来没有出现无超速的情况 当年的车祸肯定还有其他原因 只有找到这个原因 才能让她走出来 因为时间太久 根本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现在只能靠她自己想起来 可是贺总现在根本没有勇气 去找回那天的记忆 你们是学心理学的 碰到这种情况 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只有贺小燕自己不愿意面对 对 没有人能帮我当了 我不是说过吗 不要再来 明天我会带着向我慢走 是我 是 林医生你在干什么 一月最近太累了 我让她在家休息 毕竟一月没有真的跟你结婚 没有义务承担你所有的事情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不是说你想要搬走吗 我希望你说到坐牢 既然你已经决定放弃一月了 那请你做得彻底一点 这不关你的事吗 我今天下午就会在学校的湖边 跟一月表白 你觉得她会答应你了 她答不答应没有关系了 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的心意 我有耐心让她慢慢接受我 你跟小宝班走了以后 她可以彻底地放下你 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我会说服她去德国 我会陪她一起去的 我会帮她 实现她以前的梦想 我会说服她 我祝福你吧 我祝福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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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应该要熟悉 我 employer 寻思 我祝福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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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祝福你了 我祝福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宝 带姐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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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放心 到底收了多少钱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实话告诉我 我的记忆找回来了一部分 我找你只是想节省时间 你不告诉我没关系 我迟早就能全部想起来 想起来我也不怕 当年的车祸与我无关 你要找 找他们去 他们 这么说 车祸的背后 确实有幕后推手 没错 而且以悦的直觉 确实是对的 那你今天跟张司机说 你找回了记忆 幕后那些人 会不会为了隐藏 对你做什么 我是故意那么说的 既然我找不回记忆 那就让记忆里的人回来找我 小宝 妈妈在这呢 快 慢点跑 慢点 妈妈被坏人抓走了 小宝 先别着急 回教室找老师 我让司机去接你 我被带走了 救他 除了那辆车之外 还看到的什么 还有3秒23 还有3秒23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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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 你做得很棒 不用担心 我这就去宠妈妈了 她一定会没事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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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上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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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儿吹 月儿梅 春儿摇摇 飘向河 放满 城市光 雕火银 走 走 南角 我走 义彥 我走 是 义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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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晏 乔晏 义彥 音乐 不要走音乐 不要 不要离开我 音乐 我不走 我不离开你 没事了 音乐 小宝呢 他过去接小宝 很快就会回来 绑架我的人 是赫氏集团的死队头 AM公司的人 当年你哥 也是因为抓到了 AM公司的巨大财务漏洞 走投无路的廖子朗 被逼起了 所以买通了张思极 到你们家做沿线 张思极知道杀车坏了 却因为他弟弟 欠廖子朗钱 将这个消息 卖给了他 然后在对方的安排下 找理由 拒绝开车 乔延 之后不是你的错 真凶已经被警察带走了 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各位亲爱的来宾朋友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照顾好 在这金秋时刻 我们满心欢喜 满心住院 宝贝 说重点 好的 妈妈 什么是重点 天宝 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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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